第891章 天龙静墓 龙崖山 主峰 当李洛第二日来到主峰一座幽静古典的庭院前时 发现李柔韵 李灵静以及李峰三人已是等待在此 李洛 当李柔韵见到李洛到来 顿时快步走来 从他的脸颊上 李洛看见了掩饰不住的担忧与恍然之色 显然 关于李灵静体内食灵真魔的问题 李柔韵已经知晓 韵咕咕不必太担心 先让老爷子看一看 他是王级强者 手段通天 未必不能帮林静堂姐将食灵真魔驱除 李洛安慰道 李柔韵苦涩地道 我昨天已经尝试过 但却没有半点的作用 甚至我都没找到那食灵真魔的痕迹 李洛眉头为皱 李柔韵乃是六品猴的实力 这比李峰墙上太多 可连他的尝试都未能奏效吗 看来 这食灵真魔的棘手程度比他想象的还要更高 同时 他也愈发地觉得这食灵真魔似乎不太简单 毕竟从实力等级来说 他也就是三品真魔罢了 怎么会连李柔韵这种六品猴都无法抹除 当真古怪 李柔韵看着李洛 哀声道 这食灵真魔极为古怪 灵静与他牵扯 若是无法净化的话 我担心脉内会有人提议连他一起抹除 李柔韵也清楚 对于异类 整个人族都是极为的警惕以及敌视 各方势力都是将其施卫大患 而李柔韵如今与食灵真魔牵扯 这的确是一个隐患 从绝对安全的角度来说 如果没法净化异类 那将两者直接抹除 倒是最干脆与安全的做法 但是李柔韵对此确实很难接受 他是李灵静未挤出 如今后者好不容易才脱离那浑浑噩噩的状态 若是被抹杀 那对于他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李若缓缓道 只要邻静堂姐自身还有意识 能够主控她的身体 我觉得就不至于到被抹除的那一步 我答应过邻静堂姐 会尽力保全她 那我自然不会失信 不过 这一切都是在邻静堂姐自身保持意识的前提下 如果真的有一天 她无法压制石灵真魔 从而被操控 化为污染源头 那么 韵姑姑届时也必须有所取舍 最后一句话 李若说得比较残酷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而且若真是到了这一步 或许 李灵静就已经被石灵真魔所吞噬 她也不再是她了 李柔韵擦了擦眼角 轻声道 我知道的 真到那一步了 即便她再如何的心碎 也不可能再保李灵静 只是在未到这一步之前 她还是想要尽全力地帮助李灵静 李若点点头 暗叹一声 然后道 走吧 我们先进去见老爷子 而后她率先推开院门 迈步走了进去 李柔韵 李峰 李灵静三人对视一眼 眼中浮现一抹紧张之意 毕竟对于他们而言 李金哲就是龙牙卖的天 他执掌龙牙卖这么多年 威严深重 即便是李柔韵 在面见他时都时刻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唯唯诺诺诺 不敢有任何的意义 而李柔韵都是如此 李峰就更加不堪 他虽然是西陵城城主 可平常根本连面见李金哲的资格都没有 三人跟着李洛走入庭院 沿着林英小道走了半晌 便是见到一翁清澈如镜般的胡博出现在前方 湖边有石亭 一名老人则是坐在边上垂吊 李洛带着三人来到石亭 背着老人围围弯身行礼 道 爷爷 李金哲转头看来 目光在李洛身上扫了一眼 冷肃的苍老面旁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道 三光流离修成了 李洛点点头 笑道 当好在此次的西陵暗域中有一些机缘 侥幸借此修成 不错 有了这三光流离 此次的龙手之争 你的把握也就更多了几分 李金哲道 然后他的目光 越过李洛 投向了另外三人 见过卖手 见到李金哲目光投来 李柔韵赶紧行礼 李峰与李灵竟也是紧张的低头弯身 李金哲摆了白手 目光在李峰身上停了停 慢慢说道 西陵李氏也算是我们一脉的远之 当年你们一位仙辈 还与我同时修行过 李峰赶紧说道 此事倒是在足智里面有过记载 仙辈也留下过遗言 叮嘱我们西陵李氏 皆要以脉手马首是瞻 李金哲道是没有在意李峰的奉承 而是转向了李灵竟 道 就是这个小女娃被真魔异类所侵蚀 被李金哲的目光注视着 李灵竟顿时感觉到一股压迫感 笼罩而来 一股莫名的恐惧出现在心中 因为她感觉 此时李金哲只要心念一动 她就会直接烟消云散 在这种恐怖的力量层次下 即便是素来从容冷静的她 都是忍不住地握紧素白拳头 身子微微颤抖 是的 爷爷 此次如果不是临近堂姐相助 我也得不到那三光流离的机缘 所以才专门将她带来龙牙山脉 看看能否有解救之法 而此时 李洛的声音响了起来 随着李洛的开口 李灵竟这才感觉到那股恐怖的压迫 渐渐地消散 顿时在心中松了一口气 同时心中生起对李洛的一丝感激 她明白李洛此时说这话的意义 情报 我已经看过了 你们所遭遇的那时灵真魔的确是颇畏古怪 李金哲看向李峰 问道 此前西灵进那边 并没有上报有关石灵真魔的情报 李峰赶紧道 属下无能 我们曾经数次探测过西灵暗欲 始终未曾发现过此疗踪迹 李金哲点点头 道 道是一个天赋极好的小辈 若非是屠欲劫难 如今也早已成为了我龙牙脉的天骄人物 他屈指一谈 面前湖泊中有一滴清澈水滴升起 然后漂浮而来 悬浮在了面前 而后李金哲只见有一丝相利浮现 这一丝相利看上去极为不起眼 可是当其出现时 在场包括李洛在内的众人 皆是感觉到自身相利在震动 似是在瑟瑟发抖 那种感觉 像是野兽遇见了真正的山林之王 不敢在其之前有半点的放肆一般 这道恐怖的相利涌入水滴之内 顿时水滴旋转起来 树袭后 水滴扩张 竟是形成了一只约莫半尺左右的深蓝色龙木 龙木深邃至极 一股可怕的龙威由此散发而出 影的虚空都是在微微的震荡 而龙木 直直地注视着李林静 在这龙木地注视下 李林静则是感觉到自身 仿佛一切都被看得透彻 甚至连心灵 神智 都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侵入 探知 你无需惊慌 此为天龙静目 可观天地能量流动 有洞彻一切影障之力 恶念之气在其观测之下 更是无所遁形 李经浙淡淡的声音在此时响起 李林静文言 也就按耐下心中的惶恐之意 而随着那天龙静目释放出 一道道深蓝色的光线 扫描着李林静的郊区 在这种光线的照耀下 李洛顿时惊奇地发现 李林静的身体 仿佛是在层层虚化 树洗后 他的肉身仿佛是消失了 一道极为玄妙的光团 出现在了他原本所立之处 这就是他的神智 或者说精神体 李经浙说了一声 随手一点 虚空波荡 有一点灵光落入天龙静目中 顿时其上悬光大放 瞳孔仿佛是扩张了一圈 更加棒薄的光芒 落在了李林静的神智光团之上 接着 李洛 李柔韵 李峰三人便是面色一变地见到 在那神智光团深处 有漆黑的气息涌现出来 那股气息散发着邪恶 阴冷 同时还不断地传出 莫名诡异的低语声 细细索索的 令人心境混乱 继而沉迷 而李洛更是从上面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 正是那石灵真魔 在李金哲的出手下 这潜藏于李林静体内深处的石灵真魔 终于是被找了出来 但是这石灵真魔的气息 死死地缠绕在李林静的神智深处 李金哲面无表情地盯着这一幕 而后说道 这就是那石灵真魔吗 很奇特的东西 它并非是单纯的异类 其中似乎还混杂了其他的许多东西 此物 并非天成 而是人为制造的产物 李洛同孔走缩 面旁浮现骇然之色 诗声道 这是灵真魔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怎么可能 异类也能制造 谁这么疯狂 异类本就是人族负面情绪凝聚锁化 李金哲淡淡地道 在这上面 我感受到了一些熟悉的手笔 纵观这天地间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或者势力 或许也只有他们了 他们是谁 李洛忍不住地问道 但与此同时 他的心中已经冒出了一个答案 李金哲也是缓缓地吐出了三个字来 归一会 李洛心头有寒气涌现而出 果然又是这个神秘诡异的归一会 第892章可怕的归一会 当李金哲吐出归一会三个字时 在场众人面色都是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李柔韵 李峰他们是因为身处内神州 知晓的情报更多 所以明白这个所谓的归一会究竟有多恐怖 而李洛泽之事单纯地因为大夏国 以及黑风帝国的负灭之变 毕竟这两个国家的变故 都是由纳归一会所推动 至于沈金骁 也只不过是归一会的爪牙而已 这个归一会在内神州也很有名吗 李洛沉默了一会 问道 何止是有名 简直就是臭名昭著 李柔韵臣声道 李峰也是苦笑道 这归一会恐怕是世界上最为神秘与诡异的势力了 其极为古老 论其存在时间 别说咱们李天王一脉 就算是最为古老的秦天王一脉都比之不上 而且这个势力的触角极其可怕 几乎各大内神州中都有着他们的踪迹 他们是各方天王及势力最为警惕与防备的存在 因为在历史上 曾经有着天王及势力 被他们所颠覆毁灭 听到这里 李洛脸庞上也是忍不住地涌现出惊骇之色 道 他们曾经颠覆了天王及势力 天王及势力 那就说明其内存在着天王及强者 那可是媲美他们那位李天王老祖的存在 此等几乎立于世间之巅的强者 也不敌龟一会 那天王及势力的毁灭 主要是因为他们那位天王及强者的陨落 而这之间 应该是有着龟一会的手笔 他们的可怕之处 并非是明面上的力量 而是他们潜藏于天地间 根本就没办法将其尽数地找出来 当年那天王及势力被毁 根据后来推断出来的蛛丝马迹 很有可能是那位天王及强者身边的 一个极其信任的人 加入了龟一会 之后潜伏多年 方才找到机会 引爆了那位天王及强者的陨落 李经哲也是在此时缓缓开口 他那苍老的面庞在此时变得愈发的冷素 从其眼中 李洛也见到了浓重的忌惮之意 显然 这个龟一会的出现 也是令李经哲将此时重视了起来 李洛也是心头直冒寒气 此时他对这龟一会的恐怖 方才是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看来所谓的黑风帝国与大下国的颠覆 对于龟一会而言 不过之是小儿科而已 毕竟他们连天王及势力都敢动手 这些外神州的势力 在他们的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龟一会极为神秘 而且他们所做之事 也是极为的疯狂 他们恐怕是人族之中 唯一一个与异类走得极近 甚至还会主动与顶级异类 进行合作的势力 这些年来 内神州中很多地方有意在爆发 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自龟一会的手笔 他们素来信奉所谓的善恶归一 龟一会的宗旨 便是推动现实世界与暗世界形成融合 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疯子 李柔韵眼光冰寒 显然对这龟一会深恶痛绝 当然或许绝大多数的人族强者 都是这般的看法 异类诡异可不 对于寻常人族而言 简直比什么天灾都要恐怖 一旦异类形成了灾结 那么就算是一个国度 都将会随之灭绝 那种惨况 根本无法想象 李洛也是面色有些难看 道 这种疯子般的势力 难道内神州诸多天王级势力 就没有联手将他们清除吗 李金哲淡淡地道 当然尝试过 只不过都未能彻底奏效而已 归一会的古老 不下于学府联盟 甚至其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那一场乾坤之变 这么多年来 学府联盟一直在找寻归一会 甚至还联合一些天王及势力 发动过难以想象的围剿 可依然收效甚为 这归一会沉寂一段时间后 又会在各处兴风作浪 李洛有点麻木 这时间竟然存在着 如此可怕而疯狂的势力 这真是无法制衡了吗 而且 归一会的可怕 不在其名 而在其按它最为可怕的地方 是你并不知道 这时间究竟有谁 成为了他们的人 他们蛊惑人心的本事 比异类还要可怕 李金哲声音都在此时 变得忧冷了起来 谁也没办法保证 某些天王及势力 甚至学府联盟中 完全就没有他们的触角存在 李洛头皮发麻 感觉空气都在此时 变得阴冷了起来 听起来感觉 他们已经无敌于世了 李洛难难道 李金哲摇摇头 道 如果真是无敌了 何须还隐溺于黑暗之中 归一会的确不可小觑 但他们的理念与人族背离 一旦现世 便举世皆底 李洛这才稍微的松了一口气 这种可怕的事例 还不是现在的他所能够触及的 您刚才说 灵静堂解体内的石灵真魔 是由归一会制造而出的 他们制造此物 有什么目的吗 李洛话题转回到了石灵真魔上面 归一会一直在做着 有关人族与异类融合的疯狂试验 这么多年间 也曾被他们搞出了一些可怕之物 与那些比起来 这时灵真魔道还算温和 不过从情报来看 此物可吞噬人族 骄子神志与天赋 这倒是极为的特殊 以前好像还没出现过 而且李经者眼神有些忧伸下来 这归一会将此物潜藏于西灵暗域中 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谋划 哪里邻近我们龙牙脉 难不成 这归一会还盯上了龙牙脉不成 李洛悚然一惊 道这倒是不可不妨 他见过黑风帝国与大厦国被归一会颠覆后的惨状 而如今龙牙脉算是他除了洛兰府外的第二个家 他自然不想见到这里再被归一会毁掉 回头我会吩咐下去 让龙牙域内各处严查林静的暗域 或者一些定期的清理计划该提前了 也算是扫除隐患 李经者缓缓说道 李洛点点头 然后问道那爷爷可有法子清除林静堂杰体内的石灵真魔 此话一出 李柔韵 李灵静 李峰三人皆是神色紧张起来 因为李经者的回答 很有可能就会决定李灵静的命运 李经者沉吟了一会 然后看了李洛一眼 道 这石灵真魔是归一会所制造 颇为诡异 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而后他伸出手掌 只见得掌心兼有赤光闪现 一座约莫巴掌大小的赤红火罩出现在了几人注视之中 赤红火罩表面 有九道火龙静静的盘旋流动 而当此物出现时 天地间的能量都是躁动 沸腾起来 李洛等人更是感觉到一股无名之火自行中升起 几乎是要将他们的身躯焚烧一般 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感 自那火罩内散发出来 那股威压 简直比一些风猴强者还要可怕 九龙火见赵 李柔运滴滴惊呼出声 他见到李洛面露疑惑之色 一声道 这是卖手赖已成名的王极宝具 威能无穷 有焚山珠海之力 此物一旦放出 笼罩万里之地 其内接受龙火焚烧 生机静灭 王极宝具 李洛暗暗扎舌 这种级别的宝具 他可是闻所未闻 那上面散发出来的气息 即便只是一丝一缕 却依旧让他由衷毁灭之感 我这九龙火剑罩 生有龙火剑气 如果你想要尝试 进化体内的石灵真魔 那得以自身进入其中 受龙火剑气日日灼烧 李金哲盯着李灵静 淡淡地道 龙火剑气霸道绝伦 不仅蕴含极致龙火 还蕴含无尽剑意 以这道剑气洗随法骨 或许可以将那石灵真魔剥离 不过此法也充满着危机 龙火剑气洗随法骨 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 若是心智不坚者 稍有一个不慎 说不得连尸骨都是难存 怎样 你可敢尝试一下 随着李金哲话音落下 李柔韵与李峰皆是面色发白 李金哲的九龙火剑罩 就算是他们落入其中 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被焚味灰烬 虽说李林静进入其中 李金哲定然会压制威能 但其中依旧是充满着风险 李林静眼里的脸颊也是泛起一抹苍白 他盯着九龙火剑罩的目光中 带着掩饰不住的巨翼 他的眼神中有一些挣扎之色浮现 但很快 挣扎化为果决 卖手大人 我愿意一试 他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因为他知道 这是李金哲看在李柔的面子上 给他一个选择 如果他畏惧不愿的话 以李金哲对纳归一会的忌惮 恐怕他的退路并不多 一旁的李洛也是暗自叹了一口气 同时也是佩服李林静的坚韧 毕竟 可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感承受这种龙火断体 李金哲闻言 停留在李林静脸颊上的目光微微一闪 然后点点头 道 道是个心智坚定的小女娃 也罢 就看你的造化了 话音一落 他袖袍一挥 只见得李林静的郊躯似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射住 然后其身影直接是化为一道流光 钻进了那九龙火箭罩中 李金哲手托火罩 屈指一点 其上九龙发出了若有若无的龙吟声 而后其中一头火龙游动而起 被着火罩内 喷出了一团赤色火焰 火焰之内 似是流转着无数剑光 赤热而锋 赤火呼啸而下 然后将那其中盘坐的一道纤细倩影 笼罩而进 第893章李林静的潜力 赤火呼啸 即便是立于火罩之外 李洛等人都是能够感觉到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而这般火焰最终落在了李林静的身上 在那一瞬 立于外界的李洛三人仿佛是见到了李林静白皙如雪般的肌肤在融化 李林静的身子 也是在此时剧烈地战斗着 想来是在忍耐着极为强烈的痛苦 那赤火灼身 其内还蕴含着风锐的剑气 一寸寸地刷过血肉 带来常人难以承受的折磨 这一幕 看得位于火罩之外的李洛三人 面色异常凝重 李金哲手托火罩 瞥了一眼其中的人影 淡淡道 虽说我已将这龙火箭气压制到最低程度 但其中蕴含的力量对于他而言 依旧是极为的可怕 不过这小女娃心性倒是极为不错 竟然能够咬牙坚持下来 不愧是能够在石灵真魔数年轻时中还保持一丝亲民的人 是个不错的苗子 他若是能扛过这遭劫难 未来成就 或许会是你们西陵里是最高者 他的言语间 倒是难得的有了一丝赞赏之意 听到李金哲这般评价 李峰老连也是忍不住地浮现出欣喜之意 但玄疾又是有些担忧 毕竟谁也不知道李灵静能不能扛过来 而这九龙火箭照所释放出来的威能 连他都感觉到心计 李灵静如今才刚恢复 谁也不知道他能撑多久 一旁的李柔韵 则是心疼地看着火照中遭受折磨的那道歉影 眼眶为红 同时在心中祈祷李灵静能够度过此次劫难 他这第一次应该是需要持续一个时辰的时间 你们先去外面等候吧 李金哲看向李峰 李柔韵二人 说道两人闻言赶紧行李应试退出了胡博庭院 而随着两人退走后 李金哲对着李洛露出一丝莫名笑意 道我看你是想要保着李灵静 从此次任务情报来看 你可是被他算计了一次 这个小女娃心智坚韧 诚服颇深 懂得隐忍 未来成就怕是不低 李洛微微沉默 道刚开始是因为与他有些善缘 才忍了他的算计 但后来算是习财 他毕竟是我们龙牙麦的人 未来若是把控得当 当算是龙牙麦的中流砥柱 如果就这样做是他被毁了 属实是有些可惜 李金哲点点头 道他的确是很有潜力 曾经的他具备着虚酒品玄舌香 而先前我探测他时 发现他的相性有所紧接 已经达到了下酒品 我想应该是他此次因获得福 将那时灵真魔的所获化为己有 这才导致相性成功进阶 下酒品 玄舌香 李洛眼露惊叹 道 这数年魂恶 换来一个下酒品 道也不亏 真正的酒品香 即便是如今来到了天元神州 同辈之中李洛也就知见到一个情依 可见即便是在这类神州内 酒品香也是相当罕见 以他的能力 带的实力尽数恢复后 想要取回他这些年所损失的荣光不难 天龙五味中的那些年轻人 能与他匹敌者极少 李金哲说道 玄机李金哲脸庞上突然泛起一抹笑意 盯着李洛道 这小女娃还行 你又对她有恩 若是能够让她倾心于你 倒不失为一个好结果 以她的潜力与天赋 也还算配得上你的身份 另外这样一来 我也有更多名正言顺的理由帮她 李洛神情顿时一将 道 爷爷你想多了 我没有这种想法 我有未婚妻了 不论容貌气质还是天赋潜力 都要圣灵敬堂姐一筹 李金哲显然是有些不幸 外神州那般地方 还能生出这般人儿 李洛无奈道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关键是感情 李金哲想了想 道 你是我龙牙卖卖手嫡孙 这地位远比一些王朝国度的王子王孙更高 他们都能后宫家里三千 你多那几个也算是正常 就当是为我们这一卖开枝散叶 李洛哭笑不得 不愿在这上面多说 而是掏出了五根龙牙 道 爷爷 还有一点小事要麻烦您 此次暗喻之行 我还得到了五根龙牙 想要请您帮我提炼一下龙牙领髓 李金哲看了一眼 那五根斑驳龙牙 道 再拿捡的破烂货 李洛文言 顿时一致 他辛辛苦苦从赵金语拿李抢来的龙牙 结果在李金哲这里知识 得到了一个破烂货的评价 不过也正常 李金哲何等身份 他见过的天才地宝太多 这几根龙牙虽然对李洛来说价值挺高 可却入不了李金哲的眼 可不是所有龙牙都能提炼龙牙领髓的 你这成功率恐怕也不高 不过李金哲还是接了过来 说道 我这还有一道秘法 李洛又掏出了李林静给他的那份提炼秘法 李金哲结果扫了一眼 道 这提炼秘法倒是颇位的奇特 不过也很激乐 李洛深受打击 他可是为此跟李林静做了交易 当即不服 怎么激乐了 光是需要王级强者出手 这一点就将他的价值降低了太多 一滴成品的龙牙领髓也就三千万左右 你知道请一名王级强者出手 那又是什么代价 李金哲说道 李洛呆住 他这里因为有李金哲这么一个可以随时请求的王级强者 所以倒还真是没考虑应该怎么去请一位王级强者来帮忙 治愈那代价 以王级强者的地位 怎么也不会少于三千万吧 而且 哪的王级强者会为了这三千万就着身帮忙的 所以有那钱 直接买成品的龙牙领髓不是更方便吗 想到这里 李洛顿时眼神忧愿地看了一眼火照内的那道倩影 虽说对方给的秘法几乎是为他量身打造 可怎么想都吃亏 眼下就只有希望李金哲借助这道秘法 从龙牙中提炼出来的龙牙领髓能够超过一滴 那样的话 或许才算是物有所值 而李金哲虽然取笑李洛 但还是点头硬下来其请求 毕竟这些龙牙与秘法都是李洛依靠自身所得来 这并没有违背他的处事原则 所以他自然会全力相助 我会尽快帮你提炼出来 毕竟你也该为龙手之争做准备了 据说其他四脉的大骑手 最近皆是在全力苦修 那李清风陆青梅等人 或许在酝酿冲击天诛镜 李金哲说道 李洛文言 顿时唯唯一惊 李清风他们已经开始在筹备冲击天诛镜了吗 看来他在进步的时候 这些顶尖天骄也未曾放慢脚步 看来我也放松不得啊 李洛感叹一声 他原本就与李清风等人有着不小的等级差距 虽说如今总算是追赶接近了 但李清风他们的优势依旧还存在 李洛想要取得这个龙手之位 必然会经历诸多恶战 如今你修成了三光流离 也算是利于煞体境巅峰 可以开始考虑煞钢的凝炼了 我这里倒是有个好去处 让你好好磨炼一下 李金哲冷肃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什么好去处 李洛一愣 旋即好奇地问道 李金哲的目光 看向了手中脱着的火照 李洛见到他的目光 顿时陷入了一阵沉默 然后甘笑道 没这个必要吧 我这才煞体境 远不如临近堂姐啊 我扛不住的吧 李金哲淡淡地道 如果这是普通的流离煞体 的确是扛不住 但你有三光流离护体 倒是勉强能顶一下 李洛拔腿就跑 爷爷 还是等下次吧 望着转身就跑的李洛 李金哲微微一笑 手中的火照一闪而出 瞬间出现在了李洛上空 最后在其惨叫声中 直接将其身影照了进去 李金哲目光盯着火照内 自言自语地道 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好处 你这小子还要跑 而且此时送你进去 和那小女娃一起受苦 还能加深点感情 和乐而不畏呢 第894章双剑争锋 轰一团赤色火焰冲天而降 直接是将下方的一道人影笼罩而进 顿时惨烈地叫声于这片火照空间内响彻起来 雷鸣体 三色光环 处于火焰之中的磊落 面色痛苦地扭曲起来 它大吼出声 体内雷光奔涌 它直接是将雷鸣体催动 强化肉身 甚至身体表面呈现三色的光环浮现出来 于身体外盘旋 光晕流转间 似是形成了一层强大的守护之力 但这重重防御 却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随着赤火燃烧而来 三色光环仅仅维持了片刻便是出现了融化的迹象 继而李洛惊恐地见到自身皮肤出现了灼烧的迹象 那股强烈的灼痛直接传入心灵最深处 而且除了灼烧外 火焰中仿佛还蕴含着风锐霸道的剑气 这些剑气顺着灼伤伤口侵入体内 刷过血肉 那酸爽感简直让人忍不住的痛哭流涕 李洛此时才算是真真切切的体验 到了李灵竟所承受的痛苦是何等强烈 老爷子也真是太狠了 二话不说就把他给丢了进来 李洛欲哭无泪 但也知道此时说什么都没用了 只能催动自身相利 同时以各种手段加持肉身 让自己能够从这种火焰灼身 剑气刷体的飞人折磨中坚持得更久一些 一道道赤火不断地从天而降 轰向李洛 而他在刚开始咬牙承受了一会后 终归是不打算忍着 一道道惨叫声不断地传出 借此缓解着痛苦 如此好一会后 赤火终于是有所停歇 让得李洛缓了一口气 而也就是在此时 他听见了一道有些无奈的熟悉声音 从不远处传了出来 李洛堂弟 你能离我这边远一些吗 你的鬼哭狼嚎让我很是分心 躺在地上的李洛一愣 然后艰难地爬起身来 走向前方不远处 然后他就见到那边有一个凹坑 而在凹坑之中 一道窃影盘坐 正是李灵静 李灵静此时翘脸有些苍白 雪白的肌肤有许多烧伤的痕迹 此时正在相厉地流动下渐渐地恢复 他抬起头 望着站在那边高处的李洛 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 道 李洛堂弟 难道你也被一类污染了吗 所以被丢了进来 李洛淡笑道 我是主动要求进来磨练自身的 李灵静美谋原争 有些钦佩地道 李洛堂弟果真心性坚韧 此处连我都难以承受 只想早点出去 你竟然还主动进来 不过说这话时 他眼眸深处确实带着些许笑意 也不知道究竟姓梅姓李洛 李洛摆了摆手 道 区区龙火箭气 比我想得要弱一些 正好用来锤炼自身 轰 而就在他话音刚落时 此时那高空之上似是有龙吟声响起 而后一团赤红如流星般坠落而下 直接就轰在了李洛身躯上 突如其来的火焰落下 李洛正打算承受巨大的痛苦袭来 但随即却感觉周身凉嗖嗖的 低头一看 面色顿时黑了 因为此火未曾烧其身躯 反而直接将他身外的衣物烧得干干净净 只留下一节短裤遮蔽 此时的他 便是近乎赤条条站在这高处 这一幕很是辣眼 老爷子 你不要搞事啊 李洛急忙从空间球内掏出长袍披上 对着天空怒声道 然后他尴尬地对着下方似乎呆着了一秒的李灵静道 李灵静堂姐 这跟我没关系 李灵静神情很快恢复了正常 面色平静 却并没有显露什么娇羞之意 反而是淡淡地点评道 李洛堂毕身材不错呢 李洛听到这很是你流氓的点评 再也忍耐不住 直接落荒而逃 随着李洛逃走后 李灵静紧绷的郊区方才悄悄地松缓 他摸了摸有些滚烫的耳垂 自言自语地道 身材的确还不错 接下来的一些时间 李洛就再不敢去招惹李灵静 彼此得了一些距离 各自承受赤火灼烧 其间所遭遇的痛苦自然是强烈至极 好些时候李洛都感觉自己已经抵达极限 甚至连神智都开始变得昏沉 但最终他还是咬牙承受了下来 没有选择就此放弃 毕竟 在那不远处 他隐约能够听见李灵静蕴含着痛苦的闷横声 既然李灵静都能忍受 他这边没道理还不如对方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洛感觉肉身仿佛都已经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 浑身血肉犹如是被剥离了感知 不过 在这种状态下 李洛却感觉到体内有一丝丝奇特的能量在流动 他稍微感知 便是知晓了那些奇特能量是合物 竟然是一丝丝灼热剑翼那是龙火剑气的残留 李洛感知着体内这些龙火剑气 星头却是有灵光闪现而起 下一刻 他直接催动了众香龙牙剑阵的修炼之法 顿时脑海中观想出了那无穷无尽的剑翼星河 这一次剑翼星河一出现 便是犹如受到了某种引动一般 那曾经需要李洛苦苦采集才会出现的星河剑翼 竟是在此时主动地自星河之中散发了出来 李洛狂喜 这是因为体内有同样品阶级高的龙火剑气侵入 然后就刺激到了星河剑翼吗 这倒是有可能 毕竟这两者都相当于山林间猛兽之王 如今一方踏入到另外一方的领地 自然会引来反击 知识如此一来 倒是要让李洛捡到许多的便宜 随着那一缕缕的星河剑翼出现 李洛心念一动 则是迅速地将其收拢在一起 渐渐地凝聚成一道完整的星河剑翼 短短不过半少的时间 一道往日需要李洛花费数日时间去观想 采集的星河剑翼便是彻底地形成 李洛心潮激荡 再也顾不得其他 开始集中心神 疯狂地采集星河剑翼 而时间便是在李洛狂喜间迅速流逝 直到某一刻 李洛感受到肉身传来了剧烈的痛感 他才猛地从星河剑翼的采集中清醒过来 他明白 这使他的肉身承受抵达了极限 如果继续停留下去 他的肉身就会彻底崩溃 于是李洛只能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而随着他眼目的睁开 眼前的空间也是出现了变化 再度回过神时 发现自身再度出现了湖泊小院之中 这第一次的火照锤炼 倒是被他误打误撞地承受了下来 第八百九十五章零髓到手 你这小子 倒是挺机敏 竟然懂得用龙火箭器来引动星河剑翼 而在李洛自火照空间脱离而出时 李金哲的声音便是从面前传来 李洛抬起头 便是见到前方时停中垂掉的李金哲 绕有心智的头来目光 李洛文言 脸庞上也是布满着惊喜 关于星河剑翼的出现 此次导真是意外之喜 先前短短一个时辰的采集 其效果比往日数日时间都强 此前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 他体内采集的星河剑翼已经有五道之多 可这几乎是一个月的成果 但现在短短一个时辰 却又给他平添了两道 这如何能不让李洛喜出望外 按照这种效率 恐怕要不了多久 他体内的星河剑翼就能够达到规模 如果再等龙牙灵随到手 他他就可以开始修炼众香龙牙剑阵了 而一想到这所谓的无双橱树 李洛新潮就有些激荡 此树若能修成 并将成为他最强大的杀手锏 而此时 李洛身旁 一道人影突兀的闪现而出 原来是那李灵静也从火照空间被踢了出来 此时李灵静模样有些狼狈 肌肤满是灼伤 浑身都是散发着一种滚烫炽热的气息 犹如被丢进油锅炸了好几次的大虾一般 你还好吧 李洛关心地问道 李灵静比他情况更惨 那是因为他那边遭受的龙火剑气显然更为凶猛 李灵静先手的身子在微微颤抖 此时他体内依旧还残留着灼热剑气在肆虐 剧痛在体内蔓延 但他还是隐声声地咬牙撑住 然后有些苍白的翘脸对着李洛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 没 没事 他说道 李金哲看了他一眼 道 你体内的异类气息 倒是减弱了一些 看来龙火剑气还是有些效果 不过那时灵真模与你自身牵扯太深 只能慢慢磨除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 你每日都需要经受龙火剑气的洗练 或许才能清除 李灵静轻咬银牙 背着李金哲拜道 多谢卖手 我定会坚持下去 李金哲唯唯点头 这李灵静在火照中的表现 他也是看得一清二楚 这般坚韧的星星 比起天龙五位之中的那些天骄 还要更胜一筹 然后李金哲又看向李洛 龙手之争还有一月左右 你这段时间 同样需要每日流出一个时辰 来我这里修行 你如今已知煞体径巅峰 李韵根基也颇为雄厚 可以考虑熬炼煞钢了 李洛此次则是迫不及待的印下 在没有了此前的忐忑 毕竟此次的好处多得超乎想象 不仅能够熬炼煞钢 最重要的是 星和剑意的采集效率也大大增强 这对于他而言 显然是极大的好处 与这般好处相比 身体所遭受的痛苦 倒是有些不值一提了 而他也明白这份机缘何等可贵 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请来 一名王级强者费时费力的帮自身磨炼 李金哲见状 屈指一谈 两道豪光飞向了李洛与李林静 豪光中是一枚玉瓶 有一种极寒之气 自其中散发出来 连空气都被冻结 出现了冰霜飘落 我的龙火剑气极为霸道 你们在其中遭受洗炼 这剑气会残留于血肉间 逐渐地形成火毒 累积多了 往后修炼时火毒爆发 就直接将你们焚烧成灰烬了 这玉瓶内是寒髓液 回去后修炼时肤体 可以帮你们化解体内残留的龙火剑气 李洛与李林静听到这龙火剑气后 遗症如此可怕 皆是心头一寒 赶紧接过玉瓶 谢过卖手 此般大恩 林静必定牢记心间 李林静神情恭敬 行了重礼 李金哲此番不仅亲自出手帮忙净化石灵真魔 还准备了药物化解后遗症 这番待遇 恐怕连一些封喉强者都得不到 李金哲看了他一眼 道 既然我这孙子要保全你 我自然是要看他面子 言下之意 显然将李林静的感激推给了李洛 李林静也是心领神会 转身对着李洛盈盈依礼 真诚地道 李洛堂帝大恩 我无以为报 往后有任何需要的地方 林静必然不会推剧 李洛无奈地笑了笑 道 知识履行以我的承诺而已 另外 我也希望未来咱们龙牙脉 能够多一位顶梁柱的强者 李林静额眉舒展 露出灿烂明媚的笑颜 那就多谢李洛堂帝看中了 我会为此而努力的 而此时李金哲也是挥了挥手 继续专心垂调 李洛与李林静便是不再打扰 行李后转身退去 在那院外 遇见了焦急等待的李柔韵与李峰 两人见到李林静没有太大的损伤 也是将一直提着的心给放了下来 特别是在知晓李金哲 吩咐李林静每日来此以龙火箭器洗脸身躯后 更是大松了一口气 看来有麦首的出手 李林静要不了多久 就能彻底恢复 这之间 李柔韵又是对李洛表达了感激 此次如果不是李洛的面子 恐怕未必能真请动麦首亲自出手 多半有可能是将此时下放 到时候如果问题难以解决 惹来龙牙麦执法院 李林静的事情就又会变得麻烦起来 李洛客套了几句 约好明日来此的时间 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了小楼 往后的一段时日 李洛在结束自身的修炼 以及清明期的例行刷洞外 便是会固定时间 前往胡博小院 与李林静一同 接受火照的龙火箭器洗脸 虽说每日自身都会被那恐怖的龙火箭器 虐得体无完肤 痛苦不堪 但这般痛苦所换来的收获 却是让得李洛喜不自惊 虽说煞钢的熬练 还需要时间的堆积 但每日体内增加的星河剑翼 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晚短时日的时间 李洛体内的星河剑翼 便是达到了50之数 李洛感应着体内流动的50到星河剑翼 这些数量 已经足够用来凝练第一柄龙牙剑 眼下一切就知带龙牙领髓的到手 而李洛的等待 第二天的时候就迎来了结果 当他再次来到湖泊小院时 李金哲随手丢来了遗物 那是一只似是古牙所制成的杯盏 杯盏之外 有能量符纹流转 封锁了杯口 李洛心中有所猜测 立即激动地探向杯盏之内 然后他就见到 在那杯盏中 两滴深金色的神秘液体 宛如是两尾金色锦鲤一般 于其中不断地游动 惊人的生机与玄妙的能量波动 一波波地涌现而出 隐约间 仿佛还带着龙银声 李金哲望着面色激动的李洛 但笑一声 道 你那秘法还有点作用 五根龙牙里面 催生出了两滴龙牙领髓 不过他没说的是 为了催生这两滴龙牙领髓 他将那道秘法中的一些材料做了替换 取了一些高阶之物 这才最终取得了如此效果 李洛满脸狂喜 手张紧紧地握着杯盏 心潮澎湃 龙牙领髓终于到手 那么他心心念念许久的 众香龙牙见证 也终于可以开始修炼了